看过原著才知道 唐雅为何会黑化 原来早在史莱克学院的时候 唐雅就已经黑化了 继马小桃黑化暴走后 唐雅也迎来了黑化 不同于马小桃 唐雅的黑化 在动画中并没有过多的描述 其实细心的网友可以发现 唐雅离开史莱克学院 当他转身的那一刻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 这时的唐雅就已经黑化了 当霍宇浩和贝贝等人 在新罗帝国参加魂师大赛的时候 唐雅一个人独自在史莱克学院 此时的他孤苦无依 看着自己的伙伴 都能够在魂师大赛上 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此时唐雅的心中 产生了极大的落差 这种心理落差 让唐雅心中 逐渐产生了一种阴暗面 等他离开学院后 唐雅来到了天斗城 在这里 他准备扎稳脚跟 然后重建唐门 然而当他购置房产后 才发现自己 根本就没有资金来源 失去资金来源 那么想要重建唐门 无异于痴人说梦 当初离开天斗城的时候 唐雅只有十岁 如今 他从史莱克学院归来 也仅有十五岁 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孩 在天斗城举目无亲 想要找一个工作 都是十分的困难 更不要说重建唐门了 唐雅找到了唐门之前的旧友 还有父母的朋友 但是大家都像躲避瘟神一样的躲着他 这让唐雅的内心更加苦闷 更为痛苦的是 唐雅即便在街上购买生活物品 都会遭受到排解和打压 究其原因 就是因为随着唐门如今不复存在 正所谓人走茶凉 唐雅感受到事态炎凉 心中压抑的愤怒也无处发泄 当他走在街上的时候 远远看到了一扇大门 这个大门就是曾经唐门的旧址 如今大门上已经换上了铁血宗的牌匾 正所谓独私人 看到曾经的唐门不复存在 唐雅泪如雨下 这里曾经是唐雅的家 此时的唐雅 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情绪 他只想报仇 此时的唐雅亮出身上的魂环 粗大的蓝黑色藤腕 将铁血宗排饼击碎 随后守门的两名魂狮 被暗紫色的蓝银草缠住 发出凄厉的惨叫 身体变成肉泥 鲜血喷泊而出 这个时候 强悍的蓝银草 全部将其吸收 其实早在史莱克学院的时候 唐雅就已经黑化 当时的唐雅 利用手中的蓝银草 不断吞噬周围的草木 如今离开史莱克学院 唐雅看到铁血宗 想起唐门的衰落 自己的悲惨遭遇 心中不爽的他 最终黑化 开始吞噬浑尸的血肉 这一刻的唐雅 才彻底沦为邪浑尸